一 二 开 中国勇士 王康 所以两位都有投降 所以我们就说 觉得这是一场中泰 关键是他们两个人 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王康在很早的时候 也是我们中国泰拳队的 最早的一批的泰拳运动员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 原汁原味的泰国拳王 能获得泰国伦皮尼拳馆 伦皮尼拳场的冠军 也就意味着 在泰国从泰拳水平上 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的 就像武林峰的冠军一样 在泰国是最有名 最大的一个赛事的机构 所以我们觉得在和 中国选手和泰国人打比赛时候 第一 要把比赛节奏带起来 不要跟对方打的慢节奏 我们说泰式那种打法 那是慢节奏 你肯定输 一定要把节奏打起来 同时要利用你的拳法好的特点 不给对方拼这种 第一嫂和中原局内作战 大进战 接着大进战 这个王康这场比赛 如果是想跟真正的泰拳的 王者进行比赛的时候 想赢到这场比赛 首先要从节奏上 改变这个比赛的节奏 要打快节奏 不要跟这个泰拳的这种慢节奏 一起打这种节奏比较慢的比赛 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优势 那么王康这个运动员呢 在以前的五林峰的比赛过程当中呢 可以体现出来他的这个 整体的这个拳法的技术 也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看这场比赛 因为王康来我们五林峰 给我印象最深 实际和李宁那场比赛 就是说中国游戏选拔赛 那场比赛很精彩 对 这个王康呢 打得比较硬朗 那么李宁呢 又是一种技术全面的一个运动员 就是 那个在技术全面 和这种技术硬朗的比赛的 对抗当过程当中呢 就是看 谁能够运用更好的战术 来调节自己的这种扬长臂短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中方运动员 就跟泰国人比赛 你要凭印度 印度的话 平不过他 他印度比他硬 你要打什么 就打这种节奏 快节奏的那种拳法 快节奏 然后呢 要组织跟泰国人员打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个要组织 二次进攻一定要快 如果是拳法第一次有进攻之后 第二次马上进攻要组织得非常快 不能犹豫 对 所以说呢 这个泰国运动员呢 他们呢是战 作战的非常顽强 在受重击之后呢 身体的调节实质上 你看到他的外在的表现 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他 其实他已经受到了重击 但这个时候呢 你能够进一步的尽快组织 第二次进攻 其实能够达到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的是 是武林峰一场男子六十公斤级的中泰挑战赛 洪方是来自泰国的通力 那么蓝方是中国勇士 王康 对 这个洪方运南的通力呢 也是这个泰国龙皮尼全场的冠军 在这里也报答一个好消息 10月的20号 武林峰环球全方争霸赛 在郑州战的比赛将在河南电台的八号演播厅举行 向武林峰的明星伊龙啊 方便林帅 张德正 董文飞都要参加这场比赛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37号066个1 606个1 这是双方进到第二个比赛 双方运动员在打的过程上呢 体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 说实话他们的节奏都没有那么快 王康呢即使比这个泰国运动员的节奏要稍快 但是也没有那么的快 但是第二次比赛王康要比比赛要好 他要坚持刚才那种那种节奏去打 王康不要改变节奏 对 要进行拳 要有连击 我们为什么说这第二局比赛王康要比第一局打好 就是他这个比赛的节奏对上点了 第一局跟着对方节奏 他现在他我来控制比赛节奏 他只有在控制 控制了节奏的同时 把拳法也要控制住 控制住这个距离 控制节奏 这场比赛好看 一个武林峰的中国勇士 和这个泰国伦平尼拳管 或者全场比赛冠军那个拳王通力进行比赛 能不好看吗 好看 其实王康在前半段的表现 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过多于再加强拳的一些拳的进攻 拳法的进攻 保持中近距离的拳法进攻 控制到这个距离上 尽可能的少气腿 其实他如果是跟泰国的队员 泰国的泰拳王去气腿的话 他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那么在我们这60公斤武林峰里头 还有很好的优秀选手 像李宁啊 透透 孔明 孔明 李宁都是非常优秀的这个选手 这是王康说 我抗架能很强 你来吧 来吧 来吧 实际伸着头让对方打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对 我看王康的体能现在出现了问题 他能不能够坚持吗 玩这三局三分钟的比赛 现在才是第二局的后半段了 第二局前半段不错 你想到收冠军这时候就不行 不然就是体能下降 对方逼这点来打了 现在王康有点顶不住了 对 没想到体能有点问题了 已经 但是泰国的运动员这个通力呢 从场上表现看不出来他任何的这种体能的消耗 这是我们场裁判马涛给王康进行强逻 从这看出现在王康就这阶段这种备战不是很好 不很系统 在三千里我和王康也在谈 他就说这段大比赛太长 对 好 同一 二 二 对 二 现在我们看到这是武林峰在安徽同龄天津小战举行的 这个男子六十公斤级的这个中泰挑战赛了 中泰挑战赛 第三局的比赛 红方是来自泰国伦平级拳管的六十公斤级拳王叫通力 对 蓝方是中国勇士王康 王康 那么王康在第二局的后半的升官阶段 由于这体能出现问题之后 出现了问题 有点被动 自己的消极比赛 然后背红场才把马噪进行了警告 扣出那一分 那么这一分很关键 致命的很 对 他现在他如果是必须要改变战术 要打中间拒绝的拳 不要有任何的其他的多余的东西 要控制这个比赛 好 这个赢机打得非常好 二 那么为什么在第二局比赛里面王康就前半段好后半段出现问题的就是体能的分配上 对 打太极 我们希望在第三局比赛里面王康不要犯第二局那种错误 对 第三局对于他们两个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王康如果是能马上调整战术 把中间拒绝的拳法一直打到最后的话 可能这场比赛会有会有一个改变 对 因为现在是王康是落后一分 那么这一分是在第二局比赛出现了这个警告 这个我们对规则中不允许打这个故意将对方 扔出全台这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绝对禁止的 对 因为在比赛当中我们是有一第一 那么注意了 对对对对要使用战术了王康 最后一局非常关键 怎么能够控制好中间距离把你的拳法打出来 王康为什么在第三局里头他这个主动的进攻 他知道 很好 我在第二局被个警告 那么警告之后如果我这局还是被动挨打的话 我将输掉这场比赛了 对 怎么能够控制好中间距离这个距离 把这个拳的优势提现出来 王康二是比较聪明的他毕竟是我们国家泰拳地队的第一批的队员 好 好 好 虽然现在已经离开国家泰拳队 但是他还是不信任兼职 一定要不要 对一定不要离开中间距离这个距离 把自己的优势体现出来 好拳好拳 现在通力 目前这个泰国通力体能也下降了 对对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可以让他再改变了 王康要加油了 最后十秒钟 最后十秒 最后十秒钟 谁能够占占据场上的主动 有可能会获得整身边的结束 比赛结果 红方胜